新加坡中华文化促进会 新加坡唐觅研究院 新加坡中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槟城中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台湾中华真智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合举办 首届中华唐觅文化国际研讨会 千年明珠盛世再现 一生成就的佛法唐觅大公开 大家好,我是云林 我们将会在10月17和18日的周末 展开一项大型研讨会和大型法会 那今天的专访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 新加坡唐觅研究院院长张鼓生教授 为我们解答 张院长好 云林您好 那张院长为什么会举办这项 唐觅文化国际研讨会呢 唐觅呢是一部快速成就的秘法 那么在历史上经过了一个失传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 所以现在要把它修复回来 那么我们通过这次这个国际唐觅文化研讨会呢 引一个头 希望像国际上希望修学唐觅的人士 以及对唐觅有实证经验的这个大德 大家一起来把完整的唐觅修复回来 那一旦修复了以后 可以帮助大量的这个修正者快速成就 并且所愿皆得满足 所以这次大会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 那到底什么是唐觅呢 说到唐觅啊 它是我们佛教中的一个秘法 它本身是源自印度 大概唐觅的起始是公元七百多年 所以现在有一千多年的这个历史 当时呢这个印度呢 有三个著名的大士 大士呢就是我们通常华人叫观音大士 那么实际上都是达到菩萨籍的人才叫大士 他们叫善无畏 有一个叫金刚志 那么还有一个不空 那么他来到中国以后 他把印度秘法带来中国 那么经过和中国的这个传统的秘法 这个融合最后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修炼方法 那么又叫汉传佛密 所以这个因为他找始于唐朝 所以后来呢把它称为唐密 所以唐密是佛教吗 它是佛教 它是佛教中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提到密的时候有两种密 一种是藏密 这个大家都比较知道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唐密 至于说今天的东密还有台密 特别是这个在日本跟韩国这一带的这个东密跟台密 实际上都是这个唐密的这个分支 那么佛教的一些精髓 它在这个唐密中体现的很完整 并且可以实现一生成就 那张学长为什么会有密呢 佛陀慈悲 为什么他不一次过公开所有的法呢 不是佛陀不慈悲 是众生的这个记忆不同 就是他的这个根基不同 佛陀呢 一生说了十万八千种法门 他主要是因众生基 根据每一个众生的这个根基 交给不同的这个方法 为什么会有佛密 不是佛不自得 这个显他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显传佛教 一个是密传佛教 那么显传佛教 主要是佛陀是从这个道理上讲 让大家理通法随 密传佛教呢 它是从密法上教 然后在密法的修炼过程中 让你通他理论 所以最后都要理跟法 两个方面都做到 那你才能够真实的成就 所以是这个密呢 是属于佛的这个心印 因为他要有这个身口意三密相应 所以是这些呢 都要靠师徒之间口口相传 所以是而不是写在书上 那么你如果找到真的这个传佛人 那么是可以修学这种密法的 古人说这个真传一句话 假传万卷数 尤其在今天这个知识爆炸时代 这个密法 特别因我们这个 求佛法的 这个众生的这个机 因为这个知识爆炸了 所以从根部上去学习 根只有一个 知业可以有千万条 所以是重新引起大家 对唐密的这个注意 从根部学习 那么可以快速地与佛相应 一事成就 那很多观众朋友也是在问 真的可以一生成就吗 本身这个佛头教学 它就是建立在众生 每一个众生都是佛的这个基础上面 也就是说我们众生原本就是佛 这是佛最大的你 那么你既然是佛 你不应该不是佛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是佛了 因为我们有了人心 人的欲望 所以我们只要这一生 能够突破自己的阿赖也史的 累世积累的这个 知识的知见 那么佛陀说知见立知 是为无名本 还有突破自己的身见 所以执着这个身体为自己 恢复自己的灵光圆满的佛性 那一定会一生成就 并且佛头教学 它没有保留 所以是它千讲万讲 就是让你一生成就 那么不要等着再转世 当然这个一生成就也两种说法了 就是你一生修成的这个法皇 它叫大士 你比方说观音大士 还有刚才的开元三大士 你修到大士了 就是我们在佛法这个系统中 就是超越阿劳汉 达到菩萨果位的 叫登地以上的这个菩萨 那么在佛陀在世的时候 佛陀带着学生中 特别在家众中 这个修到这个大士纪别的人特别多 那佛陀在这个《愣言经》中 也特别强调 我们要一世成就 就是今生成法王 今生度众生 不是等着我们来世再来的 那么当然我们提到这个一生成就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往生诸佛进土 往生诸佛进土可以不退转 不再进到这个六道轮回的 这个生死轮回圈中 所以是 那么如果确保这一生 你能够去往生西方了 或者往生东方流利光 要是佛的进土 或者你的进土了 那这都算成功 因为它不再入六道轮回了 那么怎么样才能真实的往生进土 所以如果你修学秘法 助力自己往生西方 通常是要想往生诸佛进土 必定往生 就是一生一定是成功 不需要再转世 再来做人 那么这一生就可以 不再入六道轮回 脱离生死 那实际上这个佛头的出力心 就是这样的一个心 就是我们不要乐于做人 要在人的这个 人生难得的这个 人生的这个基础上 实现这一生成就佛的这个誓言 那么成就菩萨的这个果位 所以这个问题本来不是一个问题 一定会一生成就的 明显必须一生成就 所以张晏长 唐密已失传很久了 怎样才能修复回来呢 这个唐密当时在唐五宗灭佛的时候呢 五宗本身并没有杀僧人 他给僧人两条路走 一条路呢就是你可以还俗 一条路呢就是你可以这个 进入道教的道门中 继续求这个出世奸法 所以是他并没有像这个 把和尚啊这些出家人都杀死 这样的残忍 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前提下 那些已经得到这个 开元三大士的这个传承的 修密法的那些高僧 他很多选择了两条路 一个就是还俗回到民间 那么成为一个俗人 一个呢就是他入道门 因为他不肯这个 他受了戒律 他不肯还这个俗生 所以他宁肯还选择出家 但是去入道门 因为他在他们的这个高僧的眼中 我的外向不重要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俗家人 还是一个道士 这个不重要 因为这个万法归一 是不二法门 那个佛法也是道法 道法也是佛法 那这个话题在今后我们再谈 投资两天的时间 听四位重量级名师分享 让您终身受益 虽然票价是你费 但座位有限 请波达热线91573080 或上网报名 www.ooss.sg 地点是在新加坡 Wubi Avenue 1 大牌343的对面草场 那我们也专门邀请当今唐密祖庭 台湾开城寺的住持 慈典法师率领分团 重启千年前大唐神宫的孔雀明王残城 与会者可乐捐个人50元 合家100元 公司200元 公德主500元以上 有益者请波达91573080 或上网报名 www.ooss.s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灵影